山野遇见这些植物与山药长得极为相似 大家可别把它错认为是野山药之类的 不要挖取它的地下快径来使用 地下快根柴药人常常挖取当作药材 它是毒蛇克星 有着非常不错的价值 朋友们大家好 树上有一种长药的植物 它是鼠玉科 地下快径有毒却不能使用 有很多人遇见把它错认为是野山药 一起来认识与了解一下 植物学名叫黄毒 它与常见的野山药同属鼠玉科鼠玉鼠 长到草制藤本 植株形的特征 金是长肉形的叶片 宽软状新型或软状新型两面无毛 地下根状金形式芋头肉为白色 根深 只结一颗皮为黄色的快径 故名黄毒 黄毒结的果实形状奇特 形式巧克力 别称淋鱼籽 它这个果实是生于叶叶下 果实扁软型的 黄毒与山药同属鼠玉科 黄毒的地下快径却不能使用 是有小毒的 挖取地下快径只能够当作药材 黄毒作为商业常见植物 有人把它当作挺愿种植观赏 或有人大面积来种植当作药材 黄毒这植物在农村 有不少人又称它为黄药籽 很多人知道它是毒蛇克星 有着非常不错的药用价值 大家可在专业课方面多进行了解 懂他人评论区也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